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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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宅男女神我被称为这个封号我觉得还蛮不可思议 然后也很开心因为我被就是被列为宅男女神这一挂我就觉得 哇 怎么大家那么好 然后 然后 就是 就是我希望大家看到我不是就是那种花瓶啊什么的 所以我就很 就是着重在我的表演上面 希望宅男能够看到我真正有东西 就是能够 不要一直 就是认为说我什么都不会啊 只是很感露啊 很勇敢而已 并不是只会这些 OK 你不用换手啊 换手是不是 有 好 那我换另外一支 先往 再拿另外一把红色的膏 我觉得带她这艺人很有成就感 但是也很挫折 就交代她的东西 她在现场会让你觉得很有面子 她可以表现很好 但是 永远一定会落掉一些东西 她不会说啊红了我就是可能就 就比较大拍啊或是什么 其实她就还是保佑她原来的个性 所以说为什么会 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喜欢跟她在一起 就是因为她不会这样 她完全是没有心机 11岁年年安欣阳的父亲过世 她跟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 读高中时安欣雅为了帮忙母亲 负担家中的经纪 半工半堵 在打工期间 她认识了一家摩特尔经纪公司的老板 就这样子把她带进了演艺圈 你好 我是安欣雅 其实我本身是一个很活泼的人 那我喜欢从事演艺工作 所以我会先从摩特尔的工作先做起 就是因为她是单亲家庭 那时候那是她的时候 就是她跟她妈妈相依为命 所以说那时候我们高中同学 那时候她就已经办公半堵了 可是那时候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就已经在工作了 对啊 就是还蛮 蛮厉害的吧 对啊 因为她妈妈没有在工作 我在一间咖啡厅工作 那那个老板娘是一个摩特尔经纪公司的老板 那她就看我身高还蛮高的 就跟我说如果我减肥成功 因为那时候是58公斤 很胖 她就说如果我减肥成功 她就让我去做一些showgirl 因为她说展场showgirl 其实还蛮好赚的 就是有一次show 可能一天下来就有八千块 然后我就觉得还不错 我就开始努力减肥 就被千斤无特尔公司 2008年8月15号 安心雅这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就是这一天 她开始在全民最大党里头露脸 举牌女郎每次出场 只有短短的十秒钟 没有特色很容易就淹没在一堆正妹里 于是安心雅她鼓起了勇气 她帮自己加了一个临场发挥的动作 好 这就是我感觉说这个节目很进步 我还笑过来拍一张 你别说我把手拿到毛巫去 我们的毛巫现在都好了 因为我有一次是看到他们小舞台 在讲动作 那我就想说那我走到中间 来个动作看看 就我一走到中间来个动作 哇 全部就是笑翻了耶 那就是那个主持人郭哥 矮台哥就是在那边 啊怎么就给我会这么的 这么的就是跳这个动作 然后我就觉得反应还不错 我从那次开始 我每一次走秀 我都会自己设计一套性感的动作 就类似什么甩个头啊 或者是从下慢慢延伸上来那种舞蹈 我也是有一个陪伴一套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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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conten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很會想一些有的沒有的 因為平常我們舉牌showgirl過去就過去了 然後那個時候很正式 他就喜歡搞怪 他在排練的舞蹈中間 他突然給你來一個轉身 或來一個什麼 因為我們通常都有帶 dancer 讓那兩個 dancer 也措手不及 他常常就會給你來一些 這一點點小東西 他就自己會變出一些小東西來 那我覺得這是他私底下的個性 也有很大的關係 這一招果然讓大家注意到了安心亞 這一個美麗的女生很敢演 很有表演的慾望 三個月後 她的角色從舉牌女郎 晉升成為一隻有台詞的可愛迷路 來了來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怎麼搞的 不公平啦 老公公 為什麼從頭到尾啊 都是我在處理 他都沒有處理耶 都是我在處理耶 你罵罵他啦 不公平啦 你過來... 要罵你 你死定了 你怎麼搞的 為什麼不處理呢 我很累 全身都軟趴趴的 感覺不出來 你有哪邊軟趴趴的啊 我這樣有感覺軟趴趴嗎 感覺爛了... 我感覺你坑軟趴趴 來...你過來... 你過來這邊坐 我們葉姐坐嘛 葉姐坐 好了 往前面走了... 走了... 走了... 等一下不對 他也是迷路 我也是迷路 為什麼他用做的 我要拉 第一個到現場的角色是那個迷路 就是想說這是我好不容易擁有的 我想說我想要能夠持續下去 然後就錄每天的大檔 然後我就每天都看 看那個大哥們的反應啊 他們怎麼抓到那個模仿的重點 我就一直看一直看 每天看每天看 然後等到有角色的時候 我就在...就是... 像大哥們抓重點那樣去抓到那個角色的重點 就慢慢學 你...你不要走 你...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殺很大 2009年 電玩美少女瑤瑤爆紅 製作單位需要友人模仿瑤瑤 安心亞言見極不可思 她自高奮勇地要求演出 為了模仿瑤瑤 她每天都在家裡頭苦練 大家好 我是瑤瑤 我是Honey 甜心喔 她在笑嗎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然後我一開始模仿瑤瑤就殺很大 但我後來回去看影片 我覺得我的聲音啊 還有一個那種... 還有表情不是很夠 然後我就在晚上啊 我媽媽在睡覺的時候 我就在房間裡面看那個Youtube 把她所有出現的影片都看一次 就慢慢的就是學她講話 我覺得她講什麼我就跟著講什麼 就很像神經病一樣 就像那種九官鳥 她就是講了一段類似普通的話 然後我就跟著講 然後有時候就吵到我媽 我媽開門這樣說 幹嘛還不睡啊 然後我就說沒有 我在模仿瑤瑤 安心亞模仿瑤瑤 相當的討喜 而且有趣味性 她的知名度不斷地累積 2009年6月 安心亞在經紀人安排之下 替周刊拍下了一系列 清涼血症的照片 那時候對耶 一周刊也沒有很了解嘛 他只是說 他只是說 他想要幫我做一個封面 我們也不知道說 那時候要穿什麼樣 想說這是拍性感照片 那一去之後 再吃到C那個C字褲 那當時腦子也一片空白 沒有想到說 拍出來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但是那時候就是想說 那既然要當藝人 就是要突破嘛 怎麼要有一些勇敢的東西啊 如果我今天沒有勇敢的去穿上這個東西 你沒有去刺激一下自己的話 現在應該我也沒有那一大勇氣 刺激勇氣啊 C字褲照片引爆了話題 刺激人王偉東看了之後呢 就相當的不高興 她立刻打來通電話斥責她 安心亞在掛上電話那一刻 她哭了 那個C字褲拍完 偉東哥打給我 她就說 這個小女生怎麼拍那個照片啊 不可以這樣子啊 就是覺得 她覺得我是一個 因為她很疼 很疼女生 女藝人嘛 然後我又是在她的節目裡面 算是一個女寵 她又很疼女寵 所以她就是 會 會跟我說 叫我以後不要再拍這種照片 所以對我的 那個形象還是什麼不太好 然後我就大哭 其實我也是知道 就看到我宇宙拍的時候才知道 那我第一時間就跟她說 欸你怎麼去拍這種東西 那她其實她很 關心人家對她的意見 就是一些想法 不管好的壞的 然後她怕說 欸是不是這樣子不好 就是可能 因為畢竟 可能她覺得很多批評什麼的 那時候就只有一直哭耶 對啊就是覺得壓 那時候因為承受壓力很大 因為外界很多網友會批評嘛 也不是很多人都可以接受 因為那比較大膽的嘗試 一張遭到修騙的清涼照 安心亞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在媽媽跟好朋友的鼓勵之下 她繼續回到演藝圈工作 媽媽就很支持我 媽媽就跟我講說 她看到我在哭 她就說 那什麼 妹妹你不要哭 你這樣哭的話 你不要放棄 就是她怕我會放棄演藝工作 她就說你不要放棄 你放棄媽媽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一聽到這句話我想說 不行我要站起來管她的 就不管任何的輿論 就是繼續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對她覺得她那時候 其實壓力真的很大 對啊 那幾天其實我們就一直有通電話 那我是跟她鼓勵說 其實就是在這裙子 本來就是不管好的壞的 一定會有人喜歡你 一定有人不喜歡你 可是你都要心裡接受 對啊 那不好的我們就是 想說有缺點我們就是改進 對啊 那希望她在這邊就是不要放棄 拍廣告助理主席現在超人氣 有沒有什麼樣的心情 爆紅的心情是什麼 爆紅的心情就是很驚訝 然後很意外 是 就是自己突然就是有很多人知道 然後很開心 當然我的經紀人也是我的網友 因為我每天都逼他幫我搜尋50次 然後因為我自己比較忙 所以我一天只搜尋5次 好所以就是謝謝大家謝謝 我第一個獎杯 小時候到大從來沒有得過獎 真的 謝謝 謝謝 哈哈哈哈 2009年12月11號 安心亞在一個網路票選活動中 擊敗了豆花妹和瑤瑤 她獲得人氣大獎 贏得宅男女神的封號 就是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獎杯 從小到大呢念書 然後體育任何的項目 從來沒有得過獎杯 但我居然進了演藝圈 才一年就得到了這一份獎 這個獎呢都要感謝所有的網友的支持 讓我能夠享受這一份榮耀 超開心的 2010年5月 一本男性時尚雜誌邀請安心亞 和中國網路搜尋榜第一名的宅男女神 張新宇和拍封面寫真照片 讓安心亞的知名度紅到了對岸去了 一開始她不知道其實是會有兩個人一起拍 她以為只是單獨拍她 後來發現現場其實有另外一個女神跟她競爭了 她反而覺得她不能輸 然後把她那個比較男生的那種感覺 其實在那個當下就看得出來 她其實有變得像小女神小女人一樣 她滿性感的 然後整個姿態啊 就不像以往在電視上可以看到她身本無厘頭的那種搞笑方式 去的時候我就想像自己是一個超級超級性感的女魔 就想像我所有舉手投擲我都就是很 就是把自己壓下來 不要把自己本心露出來 想說拍照的時候會比較有feel 然後眼神啊或什麼的時候我就把那個攝影機想像成是 就是自己很喜歡的人然後去勾引她之類的 安憲是展覽們心目當中的女神 她卻從來不介意在綜藝節目當中搞笑半醜 她說呢 這是因為她偏身個性就愛搞笑 因為我其實呢 就看到一些醜的自己我就覺得自己很好笑 我就覺得很新鮮啊 然後我其實私底下也是 就是比較細講就是自己比較森巴 就是很喜歡就是 扮醜給大家笑這樣 所以就是扮醜角的 醜的角色我反而會比較自在 自己會覺得說 我的人生 有些人人生可能就是一直都是扮自己 那我就有很多可以 嘗試一下別的東西 安憲亞常常說她自己呢 是醜小鴨變天鵝了 因為小時候呢 她真的很不討喜 皮膚曬得黑黑的 然後她記得有一次呢 父親喝醉了酒 發起了酒風把她打得半死 耳朵呢都被打成了重聽 在學校裡呢 安憲亞時常遭到同學們的欺負和嘲笑 而長久下來呢 她的個性就變得有點自弊了 她變得不愛跟人說話 還好上到高中 這一堂軍訓課說了一則笑話 把她拉回到正常的原生 我們繼續來看 這邊記者驚險 屯腰紅的報導 來這邊喔 安憲亞本名叫做廖靜林 1985年在台中是出生 小的時候她就有很強的表演欲望跟天分 她時常聽著收音機 一邊唱歌一邊跳舞 她夢想有一天 她也要當一個大明星 我在好像一歲還兩歲的時候 媽媽在聽那個廣播電台 然後就有放那個葉啟田的那個什麼舞不應處 然後她就覺得她就嚇到我在旁邊居然唱了耶 而且她說我跟著拍子什麼都很準 然後我就在三四歲的時候 還會自己在那邊自己跳芭蕾 就是看電視的那種人家在跳舞 我就會跟著一起跳 然後我媽就覺得我小時候的就是表演欲望就很強 安憲亞五歲那一年父母親李懿 她跟父親住在一塊兒 有一天安憲亞的父親喝了酒之後 大發脾氣失去了理智 竟然把安憲亞狠狠毒打了一頓 這一打造成她的左耳膜破裂成了重聽 因為她如果沒有喝到酒的時候 她會完全整個性格就是大變 她就會認不清楚誰是她的女兒 誰是她的兒子 然後她就會一直要找酒 所以我爸爸在喝不到酒的情況下 她就會威脅嘛 就是威脅 因為我媽媽不給她喝酒 那爸爸就會說 好 那我就打小孩 你不給我喝酒我就打小孩 所以就是打了一下 譬如說她可能在做自己事情 會說就是叫她的名字 她可能就 蛤 其實會 就是好像心不在焉 然後剛開始認識她的時候 會覺得這女兒怎麼那麼不重視我 或者是不重視朋友 然後之後才知道原來她是小時候 可能被她爸爸打耳光 然後造成就是有種重聽 讀小學時 班上同學找安心亞聊天 她因為左耳重聽 常常聽不清楚同學說的話 同學們因此誤解她不可取 慢慢的 安心亞就被同學排擠狐狸 國小那段時間幾乎都是 大家同學看到我就會很討厭的那種 就是那種班上被排擠的學生 因為我是就個性古怪很悶 可能就不想跟別人講話 也不敢表達自己 然後就是大家都會欺負我 譬如說有男同學就會 無緣無故就跑過來用腳踹我肚子 上了國中之後 安心亞她變得不愛說話 不愛跟人交往 她把自己封閉起來 直到有一天上軍訓課 才打破了她不苟言笑的冷漠形象 心不興奮 開不開心 意不意外 意不意外 開不開心 重慶課的時候就是 老師說大家要講一個笑話 然後我就在家裡面準備了一個笑話 又去台上講 講完之後台下通常大笑 然後我想大家就是突然接受我的感覺 我覺得大家會理我了 會笑我 就是給我捧場了 而不是就是一直在欺負我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 我是不是應該要就是 多多去跟別人講話 自從那一次之後呢 就是開始有同學會跟我講話 然後我就會慢慢地去搞笑 去耍白癡給大家看 慢慢地 樂觀起來 這一堂軍訓課 是安心亞人生當中很重要的一堂課 也是她人生的轉折點 她發現自己有搞笑的天分 而這個天分 是可以讓她在同台之間受到歡迎的 周杰倫有一天她開車開在沙漠上 然後就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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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一隻豹 然後豹就說 周杰倫 周杰倫 可不可以載我一城呢 然後周杰倫說 好喔 好喔 來 那上車上車 然後那個豹也上車了 然後周杰倫又開開開開開 遇到一隻大象 大象就說 周杰倫 周杰倫 可不可以載我一城 周杰倫說 我不要 然後大象就很覺得奇怪 周杰倫 你都載獅子跟豹 你為什麼不載我 周杰倫又說 因為 我不要再想 我不要再想 我不 我不 我不要 再想 你 然後自從高中的時候 她才整個就是大轉變 以認識她的時候 她就是一個很搞笑的人 她很容易把一件事情 大的畫質 就是笑笑的帶過 就是譬如說 她可能自己鑽牛角尖 然後之後就是 算了 人生不就是這樣子嗎 然後就是會搞笑把她帶過 上了高中 安心雅有一天她報名了 參加電視綜藝節目的錄影 她要去實現大明星的夢想 她勇敢地跨出了第一步 好像有一次 她特別 因為我們在同一間公司 她特別請假去參加我猜 然後是參加 從小要變天鵝吧 對 她很開心 就是好像有 第一步的感覺 因為像我猜 其實那時候算是大節目 對 她滿開心的 那個時候就是有明星夢 我那段時間我很愛試鏡 就一天可能 有被發到六個試鏡 我就都去 就我還跑得還滿勤勞的 因為有些一般模特兒 可能想說 今天就去兩個或什麼 我這六個全部都去 不管車程再遠 等再久我都去 我們說能夠讓人快樂 讓人大笑呢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人天生呢 就有這樣子的本事 而有人則是靠著後天 不斷地努力學習搞笑 今天我們要來看 這一對哥倆好的故事 他們合作默契之好呢 讓他們的廣告代言 接都接不完 前陣子呢 在網路上面 有人找到了這張照片 你仔細看看 他們說呢 這張照片證明了 阿堅跟納豆 為什麼會搭配得如此完美呢 你看看照片中這一對的夫妻 他們長得像不像納豆跟阿堅呢 這如果是單純的巧合 也會免太像了吧 有網友質疑呢 這是一張合成的照片 但是發出這張照片的作者呢 卻又保證 他說呢這張照片 真的是在澳洲的達爾文的 中國寺廟牆上發現所翻拍的 絕對不是合成照片 那這張照片呢 不論真假 都說明了這對搭檔 今天他們在台灣演藝圈裡頭的 搞笑地位啦 我們來看看資生記者 艾曉培和正聯的報導 身體不爽快 介紹你一條領域 阿堅與納豆 一胖一瘦 一高一愛 他們是台灣版的 勞來與哈台 出道短短的兩年時間 年薪破了千萬 直逼A卡特 納豆它有一點得天獨厚 因為它長得就是天才地雀 大家都覺得好可愛 好像寵物一樣什麼的 怎麼它就很像寵物 什麼貓啊 什麼寵物一樣 納豆大部分的人生就是 慶慶菜菜遊戲人間 這個是肖香故事講它的 這個八字節 小姐 那麼久沒有看到你 你是去哪裡了 我回老家去相親了 回老老家相親 就是 在演我那個 不太辦旁邊的那個 那個女的 女參謀的時候 她一開始的那個眼神啊什麼的 就已經很到位了 你現在薪水多少錢 三萬 一千 五百 六十二 就是扣完稅以後 兩位串起的當逢B咖廣告接不完 人稱白金B咖 在鏡頭前 兩人佩戴得完美無缺 但私底下的個性可是 南圓北特 一個是超級樂天派 一個是超級緊張大師 阿KEN就是屬於緊張大師那一種 他簡線整得比較多 然後死鬼我大便 阿KEN嗎 一句話 我覺得他是一個 善良的鬥志 當樂天派遇上了悲觀組 兩個人都在一起 卻插出了台灣演員圈小劍的火花 是王偉忠 看見了他們的火花 警察看到你 也不想要就是問你發生什麼事 你就會 就真的自由揮發掉 所以你來跟偉忠哥吧 我就納豆 很好 小朋友 如果你知道陳秀秀小姐在哪裡的話 麻煩你給姐姐帶個路好不好 我不是小朋友啦 偉忠哥第一個看到我的問題是說 你是不是豬乳啊 然後我就說 偉忠哥 我不是二屆 我是全家最高的喔 然後我就說 那你是假姓豬乳 我就說 納豆 你 你們家都這樣嗎 都這種身材嗎 他說 他是他們家最高的 他號稱他們家的小巨人 不管你把納豆放在什麼樣的場合 他一定是全場的開心者 他的幽默細胞 偉忠是一個超樂天的爸爸 我爸在我們那一區的時候叫校長 好笑的笑 那從小我都是 我爸就聽到料訊碰碰的錄音帶 我爸開車的時候 手不再放方向盤 都放我媽大腿上 然後我們從小租到後面就看 這樣對嗎 幽默是遺傳 幽默也需要被啟發的 納豆長大了去上學了 在學校是老師開發了納豆的喜劇天分 然後老師就曾經叫我 身上帶很多羽毛還有個鳥罐 他唸那個課文 然後我在全班同學面前飛來飛去 然後一下子要跟同伴想考啊 就被人家趕走啊什麼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吸引到大家的注意 或是讓大家笑這件事情 好像蠻好玩的 納豆不只會搞笑 他也很會唸書 當年考進了師大附中 那麼多的社團當中 納豆他參加了話局社 你以為小納豆這麼熱愛表演嗎 那你可就看錯了 那個老師就老師 就是北藝大的那個 那時候的學長 他就過來說 欸 我打破男女關係 所以你們現在男生女生 一對一這樣排好 然後數到三在互相緊緊地擁抱 然後再換下一個 緊緊緊擁抱這樣 然後我想說 哇 這課也冒喜啊吧 也太好了吧 師大附中念了三年 納豆玩得開心 也沒忘了要念書 大學聯考他的分數 可以擠進人人充現的台大宅門 但納豆在最後選田之願時 他卻放棄了台大 選了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我媽當然會就說不要啊 然後家庭革命啊說 你念到大二之前 媽媽要簽考之後留著 你只要想要重考 隨時去重考 那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進大學之後 我想說那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讓我媽知道我在幹嗎 所以我就從大一開始 我就一直接各種劇團的戲 納豆身高158 他的外型身材 在兒童劇相當受到歡迎 最高紀錄呢 他一年接演了十部的舞台劇 那是誰把這個小朋友 心中可愛的大哥哥 帶到了電視演仇角呢 我肚子的 對啦 今天要大家關心什麼樣的 報道大事 就是啊 這輩子的國中的基策啊 要哭泣 這些一切都是 這麼快喔 阿強的陰廟啦 那個時候剛好 我們想要找一個 衰咖 一個新人 一個仇角 被欺負的 那他那時候 就看到他的臉 就是好適合被欺負 我們來賓 來 我贏 這算怎麼比賽啊 就是很不公平啊 納豆只要你鏡頭一照到他 你就會想笑 那我們可能要做很多努力的人 才會笑 可是你一看到納豆就很好笑 他不出誰都好笑 納豆就等於是 年輕的小亮哥 他就永遠就是站出來 就是可愛 就是某一種寵物 就是你不可能跟寵物生氣 你也不會說寵物演戲演得不好 相較於討喜 又有觀眾緣的納豆 阿堅的反串 讓觀眾注意到了他 而且他那時候要扮女生 他說要怎麼樣 我說我也是對 我也是有點反對 但是後來他說你用 然後呢 我發覺第一次就非常好 我覺得他是 心裡面其實 他有煞到我 他有 他有喜歡到我 但是他不敢承認 而且他覺得很羞愧 他覺得說我怎麼會喜歡扮女生 阿堅 常常可以感受到阿堅有一股怨氣 就是他很努力地做了很多事 怎麼最後好像掌聲 都在納豆身上這樣 但是這是一個組合 避免不了的一個效果 雙人組合中 阿堅總是扮演欺負納豆的角色 有人說他在頭角界 算是少見的學院派 阿堅是加拿大UBC大學戲劇系畢業 又曾經在紐約念過戲劇學院 他的學歷看起來很嚇人 不過剛進演藝圈也是菜鳥一隻 一切從基層做起 包括攝影助理 然後或者是蹦桑 然後或者是道具 然後曾經還有一次幫那個阿堅 清他的紅龍魚缸 阿堅你那個紅龍魚缸 幫我清一下那個水好髒 阿堅跟納豆比較起來的話 一個勤快一個懶 納豆啊 我們這間店重新開幕以後 就生意興隆 要把這個改成小火鍋的 是誰的ID啊 師父的 誠懇一點嗎 就說阿堅知道NG 他就說不好意思啊 我們這個國外留學回來的這個 這個表演碩士啊 就是這種程度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然後他就會 哇超超超尷尬的 他就會更緊張 王偉忠口中的阿堅長相頻繁 乍看之下沒有特色 當年他想要出國學表演 出身軍法官家庭呢 Ken他也曾經歷經一番家庭革命 因為我爸從來也不太會去看什麼表演啊 什麼的 所以他就去看了 然後看完以後他就說 他覺得說 我看 你就走一直 他覺得我拉不回來 這段青澀的國外留學歲月 奠定了阿堅的表演基礎 在演藝路上的努力 終於得到家人的肯定 他常常會覺得說 我講哪個笑話不好笑啊 然後他自己覺得說 這樣講比較好笑啊 但是其實 他沒有比較好笑 我身軟的物 你回來啦 吳哥 好久不見 我就去出了這次外景 然後後來拿回來棚內播放的時候 就節目真正在錄製 在棚內錄製的時候 在節目裡面播出的時候 正好特別來賓 是王偉忠先生 然後我在這邊 小妞 要不要出去 喝一杯 這樣 就不停有这种桥段 然后但是到最后当然都是衰掉 都是被打呼巴掌 不然就是被绊倒 然后后来他就请人打尿的给我 我就说 吴忠哥觉得你很不错 我就是不少的欢迎潮雨 我就是不少的拍摩马屁 我就是不少的叫我代推你你你 台阁会不会怀疑过他的形象 我曾经怀疑过 我觉得你是不是还gay老了一个 后来我发觉不是 因为你光男生穿那个丝袜 你穿上去以后你就会觉得 就开始觉得脚不能太开 你知道吗 就会有感觉 我觉得装扮造型服装等等 也有很多加分 明明是个大男人 但严妻女人来 阿肯他连眼神都能够抓到 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表演硬底子 至于纳豆呢 该佩服的他的是 那种让人一见就想笑的功力 大家喊我就是魁华恰吉 今天我没有带我的刀来 因为刚刚在门口就被警卫没收了 他的私底下就跟他荧幕上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觉得他会之所以会那么受欢迎 是因为他不做作 很懒的聪明 就是能做绝对不在 能躺绝对不做 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一个个性 所以他才会圆滚滚的嘛 像个保龄球品一样 比如说人家叫Alan 那因为介绍来宾的部分就是 纳豆介绍 A-L-A-N 就是Alan嘛 可是他会念Alan 那我们就 是怎样Alan的弟弟Alan吗 没有工作的空档 纳豆也能够自得其乐 手机里头有他凌晨时照访 大台北国菜市场的记录 还有很多 酷手搞笑的小玩意儿 你看这鱼 多正点 而且这鱼也不想到阿肯 这次 就是一个夹链带 然后上面印着绿色的图案 然后一般的图丝放进去之后 看起来就很像发霉 站在十字路的角点 该怎么走 我却只想回头 纳豆很认真的在唱歌 他投入了神情 让评审看得都一愣一愣的 不习惯这么认真的 纳豆吗 那来听听阿肯的贴身观察 他怎么形容这一个 几乎日夜相伴的工作伙伴 就是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他就会做出什么样适当的反应 你能体谅我有一天 偶尔但却你都了解 过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 我突然发现 然后去让自己过得很好 我觉得这一点太刁了 这种人到最后都活得很好 而且很长迷 因为祸害一千人 我看那时候刚来的时候 他一表演他也有什么差错 他会担心老板 他会沮丧整个晚上 那都是你骂他 他就马上忘记 个性天差地远的两个人被配成了一对 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广告代言一个接一个 两个人看似合作无间一块抢钱 没想到有一天媒体却爆出了 两个人私底下其实很不对盘的 我就说你们分开不是不可以 但是合在一起 你们是一加于大于二的 就像磁铁一样 两个正负金 你硬要把它凑在一起 本来就会开刺 大呆就是非常有权谋 然后非常有意见 然后就哭成很多事 可是最后就被呆呆的二代给破掉了 然后大呆忙了一整集也没有用 然后所有的光彩都在二代身上 所以阿天就是那个大呆 然后那个纳豆就是那个二代 亲爱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 我们已经还到了 我们已经还到了 人生总是要一点累积了好吗 不管怎么说 私底下是不是有 大家所想象中的这么的热烈 其实他跟在节目上的结合还是 目前还算是就是 新一代搭档里面还算是破黄金的 我是必须要这样说 纳豆的话 他就是靠他那张脸 就是宠物的脸 然后讨喜 纳豆在夜店里头的女人也超好 有个外号叫做超级西美姬 在阿肯的眼中 纳豆她的魅力是来自于 她的自信 她的能量 而至于常常反穿女人的阿肯 台资源曾经 她说她怀疑过她的现象 她后来一直看到阿肯的绯闻上报 历任的Ken女郎几乎都是身材非常火辣 然后长得非常高跳的这种美女 台资源这才相信 原来阿Ken是真的喜欢女人的 安心亚还爆料 她说阿Ken私底下 常常跟节目当中的这些举牌女郎 私底下要电话 是个狠角色 我们继续来看资源记者 艾小培和正脸的报道 这已经不止一次 被拍到了在夜店玩乐身边 正妹围绕的照片了 说到了纳豆她的女人缘 不知让多少夜店咖 甘百下风自探俘如啊 纳豆她在台湾的夜店界 有个响亮的外号 大家都叫她超级西美姬 她常常有人就是说 她是一个西美姬 就是把那个像鱼饿有没有 丢出去 然后拉拉拉 然后就拉回啊 她最恐怖的就是 她是扮演一个 好像很弱势的受害者 然后就是很无辜 然后好像她绝对不会对女生怎样 那但是就是她的谋略就是 她会 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唱KTV啊 我们可以吃烧肉啊 结果怎么就去她家看家具 你看这是我的床这样 比如说我们今天夜店会去哪里 很多人会直接过来跟我们讲话 我打招呼干嘛干嘛 可是他们不是我把来的 他们是就是来看到你很喜欢 然后你跟你讲话 打个招呼拍个照 这个不错 安全感系列 我会永远爱你 对 小屁 小屁 可是这个怎么念啊 这个是 这个好像是狗狗的 旺 这种告白我最喜欢剧的 就像是去唱歌 然后瑶瑶的MV出发 她说 瑶瑶好可爱喔 瑶瑶好可爱喔 纳豆自己在部落格上面透露 她至少谈过十一次的恋爱 其实也有过感情稳固的恋情 但是随着工作越来越繁忙 感情路也渐行渐远啊 她曾经有过一段比较久 比较稳定的感情 那个女生我认识 那女生是一个 像妈妈一样 像长辈一样会去照顾她 会去管她 因为她就是小孩 她需要人家的保护 如果有一次我回家 那有个女生在我面前 帮我烧一桌菜 然后我可能就流泪了 就在家里 亲爱的范范小姐 我虽然比你矮一点点 虽然我不够帅 不过 我会很努力让你幸福 请你接受我 纳豆 纳豆自己透露 其实她喜欢的感情关系 是纯纯的爱 但因为工作的关系 感情变得很难经营 因为她不自卑 我很棒 我很OK 你说 大家在比高 好啊 那你还跟我比矮 然后你还 大家都在比瘦 然后说好啊 那你还跟我比体脂肪 我比体脂肪就跟你说 就她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 她是很吸引人的 她甚至可以跟女生朋友 好到 没有发生进一步的关系 但是是可以定堂在床上 然后甚至知道 这个女生朋友的经情 然后甚至帮她准备一些 卫生用品 或甚至帮她起床单 这另一半是指走长远的另一半还是会 这种会是 因为她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 然后我觉得要当她另一半是要很成熟 被归类为知性谐心的阿肯 她传出的绯闻女星也是不遑多让的 甚至还曾经被媒体拍到了夜店热吻 我当事人始终没有正面的回应 纳豆喜欢娇小可爱的女生 阿肯喜欢有味道的女生 并不是有臭味 是那种有女人味 像那种可能很漂亮 但是她并没有散发出一种女人的味道的话 她就不喜欢 我觉得这样的女生很迷恶 然后就是 可能就是你跟她讲一句话 她会回呛你三句这样 不是那种娇滴滴啊 然后就是很顺着 我反而比较 没有这样子的 跟这样的女生就好 这个应该 是不是怎么样 应该不熟嘛 她在手艺就知道了 她很适合 诶 我也按底啊 伪造文书 诈欺 信承扰 在学校演出莎士比亚名剧的阿肯 虽然说现在是个综艺咖 但是她心中呢 始终有着对大一幕的憧憬 她现在表演已经很松了 就很好很脆 乱演了 已经开始乱演了 一开始乱演了 就起一句来讲 开始乱演就可以了 没见过 新人呢 肚子中 球场是残酷的 没有指教 她是觉得说 她真的很想好好地演一幕 不插颗打混 这种效忠带泪的幽默的黑色型 纳豆从小荧幕要上的大荧幕 邀约不顿 不论是小尖小二的小痞子 还是反换角色 她都没问题 好 抱歉 董 以前最好有几条 想要说你会这么小寒 这么一波云天 你对我 我保证你 有这有你 每一个人其实都做小尖小二 比如说 小时候经过人家放羊奶 偷打起来喝一口汗 这种一些小地方 小尖小二 那我觉得我本来就有这部分的个性在 感觉比较贪婉 比较调皮的个性在 她其实不像她的公众形象 这么娱乐化 或这么小丑化 她其实是一个对于表演这件事情 充满热情 理想 而且态度很严肃 这样讲可能会觉得更好笑 我第一次试戏的时候 我就是演了一下 然后到那边就问我说 小脸 卖得软 你知道吗 我说 哈 可真心 哈 可真心什么意思 然后 他就叫我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诠释 可能比较放松一点 比较自然一点 在电影上面的话 或者是在演技上面 他就真的要发挥他的以往的功力 那我觉得他 他有一种哀愁的喜感 衰衰的喜感 两片绿叶发挥了 一加一大于二的功力 阿肯经常在讲 他还能够继续做些什么事情 因为他忧国忧民 他太多事情要烦忧了 他一直在烦忧 这个在烦恼 这个在烦恼 这个 我觉得他 你这瘦肉 可以把这种放下的话 还会更快 红花若没有绿叶相称 则能够称出红花的美丽呢 阿肯纳豆在自己的岗位上 发挥的淋漓尽致 成了台湾演艺圈 最称职的两片绿叶 所以就是抓好那个机会 我觉得很多的 可能就是所谓的 character actors都是这样子 说有人问我 都说 大豆你看起来好像很努力耶 像这样 我说我从来没有努力过 因为你只要喜欢 你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看起来就会很努力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台湾启示录 我是双美翔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